黄晓明现在家喻护晓,她是在1998年主演的《爱情不是游戏》正式出道,2001年的《大汉天子》中演绎的刘彻成功的火了起来,被人们耳熟能详,2006年主要的《神雕侠侣》, 第二年出演的《新上海坛》开始在演艺圈成名,2010年以来,泡沫之下,经中院飞以及《大上海》等很多作品,中都展现出成属经战的演技,备受人们喜爱,黄晓明可最近乐娱乐圈可真是无言杖气呀,从蚕食关一人对抗半个娱乐圈开始,就没太平和,前有范冰冰偷睡偷睡风波,后有黄晓明的投资风波, 真是一股邪风呀,吹,这些明星现在简直人人自卑了,不过,那些暗暗纷纷,演戏的明星们已就在演着戏呢, 但冰冰而清黄晓明,因为劝入股票操纵案在网上也发热计,也成了娱乐圈里的焦点人物, 虽然官方及时做出了澄清,证监会相关部门也明确说明,并没有封进黄晓明的股票账户,但是广大网友们还是不结合气氛, 这很明显的利用自己的明星资源绝取不易制裁,况且本来身为艺人的收入就很高, 黄晓明还离黄晓明夫妇用漏洞赚钱,肯定要被别人指责甚至谩骂了, 新黄晓明因为卷入股票操纵案,在网上也发热议,也成了娱乐圈里的焦点人物, 虽然官方及时做出了澄清,证监会相关部门也明确说明,并没有封进黄晓明的股票账户, 但是广大网友们还是不结合气氛,这很明显的利用自己的明星资源绝取不易制裁, 况且本来身为艺人的收入就很高,黄晓明还利用漏洞赚钱,肯定要被别人指责甚至谩骂了, 但是这次黄晓明出事却没有见到微博游好友给他发声,也没有看到昔日的好友丽艇支持, 虽然黄晓明在朋友圈发了感谢自己朋友的支持还要鼓励之类的话, 但是微博还有其他的社交平台却没有看到,一点愿意支持他的好友们, 就是这么的现实,这就是娱乐圈,目前黄晓明的好友赵薇和范冰冰都在舆论的顶端, 无法出面力请拍请有可言,客树和酒,高圆圆,李湘,王宝强等, 在当初黄晓明的世纪婚礼上,都是作为嘉宾熟悉的,平时也是互动频繁, 现在好友陷入争议,大家都纷纷撇清与他的关系, 这种友情不知道平时怎么维系的,如此不堪一击, 现如今黄晓明卷入18亿股票操纵案,已进入尾声, 不管犯罪嫌疑人最后会受到怎样的处罚,黄晓明都成功脱身不会受到牵连, 虽然这是法律上的进展,但是社会舆论上,不管网友还是媒体, 恐怕都不会轻易相信黄晓明的说辞, 小编知道很多粉丝们都很难接受, 毕竟曾经红极一时的偶像,现在却发生这样的事情, 的确让人震惊,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了呢?